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豬仔已經預約拍了這條影片 等大家今晚吃完飯回到家可以看到 今天是母親節 很多錶迷都應該去了和母親吃飯 不要緊 回到家就看到豬仔這條影片 看看誰有緣可以看到豬仔的介紹 而你又喜歡的可以找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是Citizen Polmaster Sky系列 即是Sky空中的飛行系列 這隻是一隻光動能200米防水的手錶 你看到兩三點位置寫著Citizen 跟著寫著Eco Drive 下一個Polmaster的logo 一個光動能的手錶 Citizen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看豬仔推介 就知道Citizen比較厲害 我自己覺得是Eco Drive 它是第一個註冊光動能手錶的 制錶商 所以Eco Drive 有時候某程度上 我自己覺得光動能的Citizen 我真的很少接到維修 反而精工有些標迷 會接到他們的維修 不是我買的手錶 是他可能兩三年前 在別的標譜買的時候 最近他也有個標迷 拿了給我維修 是一隻精工的Solar 當然他們兩間公司的光動能 質量都非常穩定 不過我只是說 如果對比機械來說 比較出名 Citizen的光動能Eco Drive 比較出名 我這隻是用了Citizen的Milta機芯 B877的光動能機芯 這個機芯充滿電 可以行6至8個月 我先來看看Dial 很漂亮 綠色的放射性紋的標面 襯托了一個卡其式的數目指 一個阿拉伯數目指 1 2 4 5 7 8 10 11 12 3 6 9 就用了黑度的顯示 字體都非常清晰 另外這個就有一個GMT時間 可以做一個GMT兩地時間的手錶 非常漂亮 我自己覺得這個造工 你看到它是一個玫瑰金色的標圈 一個玫瑰金色的標圈 這個標圈的表面 做了一個拉絲花紋 它不是一個不專得的標圈 是一個固定的標圈 但是旁邊一些九雅紋打磨 我就覺得很漂亮 這個一看的時候 很光光 這個九雅圈圈的打磨 就在旁邊 很漂亮 我自己覺得它的造工 非常之 又有一點閃閃的 反光的時候 那標腳位置呢 就做了這個硬線條 做了這個灰黑色的電鍋 硬線條的電鍋 都挺漂亮的 那些cutting 你見到欣賞一下它的造工 這裡做了拉絲 有些切角面 然後呢 然後呢 延伸和旁邊的打磨 就做了打凍的拉絲 再加上上面呢 玫瑰金圈旁邊的九雅紋打磨 哇 非常之靚 我自己覺得這支錶那個 一看到九雅圈 我就喜歡這支手錶 那好吧 這支呢 綠色的Dial 你看到它 顏色的配搭都很豐富 在卡其式的時分針 加上黑度 加拿亞 白數目指 然後呢 另外呢 有個24GMT盤 就是用了白色顯示的 而那個 裡面的內圈呢 2至到 這個 12 就是用了這個 啡色的顯示 那兩支飛機的GMT針 你看到 就是一個 這個24小時 就是用白色的 而啡色呢 就是用了這個 小短一點的那支飛機針 整個造工都挺漂亮的 然後呢 有個內影圈的 你看到 有一個內影圈 更加突顯了層次感 雖然這個內影圈 是用來測速的 我自己覺得 用途比較少的 但是呢 整個配搭呢 就是 在外觀上面 多了內影圈的時候 你看到 更加有層次感 整個錶是立體一點的 整個錶是 那錶觀位置呢 剛才說過 兩點位呢 這個就是一個 內影轉動的 內影圈的按鍵 然後呢 而這個呢 就是一個 有個PoMaster Logo的 標關 對 有PoMaster Logo 標關 拿起來之後呢 有停秒功能 有停秒功能 那好了 那 通常這個 手錶呢 大概 就是 8年才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1 2 3 4 5 6 7 8 8 8年才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所以 光動能的手錶其實很方便 因為 老實說就是 你可能家裡有很多機械錶 很多標明都喜歡玩機械錶 但是呢 有時候趕著時間出門口 不想教時間 的時候呢 一拿起手呢 光動能的手錶就可以出街了 那個時間又不需要教 這個就是 我自己比較喜歡光動能的原因 對了 好了 那你見我呢 拿起了標關之後呢 轉動著的時候 那支GMT針呢 也是會轉動 跟著轉動的 那你見到呢 那些短支的飛機仔針呢 現在就是在轉動著 那譬如 那我現在指著12點的時候呢 那那個GMT針呢 你見到可以指著10點的 那那個GMT針是怎樣搞的呢 怎樣 可以調節的呢 我試一下 教給大家看 半格呢 除了教日力之外呢 向下轉呢 就教日力的 你看到28、29 那個日力位置放在3點位 8盤黑字 都比較小隻啊 因為始終的標面都很多 很豐富了 有兩地時間的GMT 那好了 那呢 向上轉動呢 就是調節那支GMT針 你見到現在我正在調節那支GMT針嗎 對了 那譬如14點啦 那就是2點啦 那我譬如可以調節到時間1點鐘 那當我再去的時候 現在剔開外面那顆 你看到我香港時間2點鐘 那它就是GMT時間是這個13點的 那就是這樣用的了 這個GMT 好 那一個拉推罐 做了20個巴的防水 200米防水 但沒有做到螺旋式鎖標罐 做了一個拉推罐 那外觀都 原來那個 錶關位置的九丫紋打磨 旁邊的錶的九丫紋打磨 還有這個內影圈的扭制的外邊的打磨 都是襯托這個玫瑰金色圈 旁邊的九丫紋打磨的花紋 我現在才留意到 那好了 錶帶方面 錶帶都很帥 錶帶做了一條 尼龍的錶帶 這條錶帶都是做了均綠色的 跟錶面一樣都做了 配上均綠色的顯示 那這個就是一個 SKY的空軍款 配上均綠色的尼龍帶 這個尼龍帶很厚 很挺身的 硬身一點 當然我沒有配戴過它 我猜吸了汗之後 它會軟身一點 但是它是厚身厚料一點 就不是薄熱熱的尼龍帶 而且我挺喜歡這裡 除了打磨的尼龍帶 它還用了皮革去護住那個磨的尼龍帶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被口 這些細心位都做足了 另外做了平腳的 另外一頭做了皮的油環 襯托了這個灰色的不鏽鋼針扣 這個不鏽鋼針扣 做了CITIZEN的Logo 錶底方面 我們看看 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而那條尼龍帶 錶底做了軍綠色的尼龍帶 深色一點 讓它沒有髒一點 錶底方面 做了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寫了JAPAN MOVEMENT WR28防水 ECODRIVE CITIZEN B877的機芯 膠膜在這裡 不是花了 大家可以放心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軍綠色的錶面 這個POLMASTER的SKY系列 真的挺漂亮 挺有型的 整隻錶 錶徑有多大呢 我們看看 42.5mm的直徑 厚度是12.5mm 我先量一下 那些錶給大家看看 那些錶是多少 因為我不覺得很大隻 這隻錶 看看為什麼有個錯覺 不覺得很大隻 那些錶是47mm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CUTTING 斜了下去的關係 看下去就不太大隻 拼上手給大家看看 什麼感覺 這隻SKY的POLMASTER系列 都挺有型的 真的不錯 這隻錶 喜歡一些綠色錶面 軍事感的錶迷 這個就是不錯的選擇 還有它那個狗鴉雲 真的很欣賞 旁邊的狗鴉圈打磨 旁邊看很漂亮 非常有型 這隻錶 官網定價是3580元 3580元 那豬仔推介是2448 2448 有個錶是小豬仔 肯定開了這麼多數 就是一個耳頭 2448元 一隻SKY系列的POLMASTER EcoDrive 光動 希望你們喜歡豬仔的推介 豬仔有兩隻現貨 記住2488元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就可以在手錶的概括內容下方 有豬仔的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在佐敦還是黎智角 好嗎 有兩隻現貨 看看哪個錶迷有緣 今天會看到 今天會比較好 會議會選購到的 因為有些錶迷吃飯 未必要看這個影片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個LIKE 豬仔 讚一下豬仔 豬仔很努力地介紹不同類型的手錶給你們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下次再新錶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記得豬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好了 我們下集見 希望你喜歡這個POLMASTER SKY系列 光動能 2448元 多謝